昨天发了个视频被骂惨了 我说女性越喜欢打拳 社会对女性的容忍度越低 然后他们就来骂我 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道理 以前没那么多独立女性 我们出去吃饭聚会 都是男的AA女的免费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出去聚餐一律AA 是吧 凡是谁敢说女的免费 那我就不去了 男女平等喊了那么多年了 我觉得一直做不到 现在的女性都经济独立了 人家插你那顿饭吗 我以前相亲也都是我请客 现在我相亲都是A一字 这个就是男女平等的结果 大家不信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日韩的女权 他们说生孩子 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 说有就业歧视 人家韩国人说 我们不歧视女性 我们直接不找女员工 只要没有女员工 就不存在男女不平等 这样就不存在歧视了 日本的男人说 我们都不结婚了 你们这一区生吧 你看能不能生 有些人天天在这个网上乱叫 你先去看一下日韩的女性就业率 和就业形式再说 不要张口闭口 只会那一句不信男 不信男有什么不好的 普天之下最值得信任的男人 不好吗 那你们要找什么样的 女权的本质是什么 是牺牲所有的弱势群体的权业 来为自己获利 资本青睐女性的消费力 但一切用经济视角 你去看问题 你就会明白其中暗藏的道理了 不要把时代红列 当做你们的优势 这个社会说难听点 不管你承不承认 还是难得说哪说 这个是现实 都听不懂 我们有什么事 都提起来 我 乱 什么事 就是